在小暑节气之后 我国北方地区气温即将迎来连续几日的40度高温 这时候不管多好吃的大鱼大肉也很难让我们提起胃口 反倒是清淡的蔬菜汤成了每顿饭的主菜 不过很多人很多人不知道 做蔬菜汤应该如何搭配食物 今天爆炸营养课堂的营养师就跟大家聊聊 夏季用玉米、山药和冬瓜熬汤 对肠胃、血糖和肾脏有好处 我们每天维持身体正常的生理活动 需要七大类氧素参与 包括脂肪、蛋白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汗水 所以不管吃肉吃菜、喝汤还是喝粥 都要看看这七大类营养素是否全面 玉米是一种粗粮 每百克玉米含有22.8克碳水化合物 1.2克脂肪、4克蛋白质汗2、9克膳食纤维 此外还含有维生素A、维生素B1、维生素B2、液酸、烟酸等 以及钙、铁、锡等多种矿物质 可以说一根玉米几乎就南瓜了全部七大类营养素 是夏季饮食里不可多得的好选择 玉米对稳定血糖也有帮助 作为一种粗粮玉米的升糖指数 只有50.8克 比大米白面要低了很多 比较适合糖尿病人当作主食来吃 汗玉米搭配的山药 则是一种很养胃的食物 山药中的淀粉多是属于脂炼淀粉 可以更好的促进肠胃消化吸收 进而从整体上减轻肠胃的压力 是适合肠胃病人群食用的食材 第三种冬瓜 则是很适合夏季吃的高含水量食物 吃200克冬瓜相当于喝了 190毫升的冬瓜水 而且冬瓜还有利尿的作用 这对于有前列腺炎 肾汗输尿管节时 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人 经常吃一些冬瓜 对缓解病情有很大好处 玉米 山药和冬瓜三种食物搭配熬汤 还可以放几块瘦排骨肉 一方面油脂的增加让汤味到更吸引人 同时增加脂肪和蛋白质的摄入比例 玉米里虽然也有脂肪和蛋白质 但含量还是比较低 最后猪肉作为一种红肉 铁元素含量高 对贫血的人也有一定帮助 费血的人也有多好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